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开始不再当渣男了 他开始奋发向上成为一位超级认真又超级用心的厨房助手 事情好像开始往光明的那一面发展的时候 在家乡的妻子郡子却被他的父亲逼着要离婚 郡子感觉到负命难违 所以他只好借口要让赌葬亲手签下离婚协议书 所以郡子独自偷跑到东京去找赌葬 当郡子在东京找到了赌葬 品尝到了赌葬亲手做的料理 郡子心里头感到十分的感动 十分的幸福 同时也知道这个男人其实大有可为 也因此这更加深了郡子想要跟赌葬离婚的想法 为什么他还是这样想呢 因为郡子是觉得梦想是不能被取代的 可是可以取代妻子的人满街都是 也因此郡子在吃过了赌葬亲手做的料理之后 他痛下决心要跟赌葬离婚 眼看着郡子眼前这一个很努力 但是好傻好天真的小伙子 郡子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郡子跟赌葬到底会不会离婚 他们要决心好好爱你 还是要跟对方说再见了我最爱的人 这时候郡子跟赌葬又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来挽回破裂的婚姻危机 又或者这一个事件 只是加速地将他们两个带往分离的两个尽头呢 另一方面面对着婚姻的危机 面对着自己应该要长大成人的赌葬 他又会在华族会馆 采取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 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 好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 担负起家的责任的男人呢 当赌葬有意要背叛华族会馆的工作时 就已经巧巧地让他自己的工作惹祸上身 而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又会看到于左美大师 他是何等地在力挺这一位毫无任何料理经验的小伙子 而在这样子的力挺当中 我们又会看到赌葬的哥们 有什么样子羡慕赌葬 而做出的不好的行为呢 一切精彩的内容 全在完整的绝妙当家 请你一定要收听 你可以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绝妙当家 这一集的节目十分的精彩 邀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是糕点 我们完整的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